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目前透过摄影学习 我现在是担任中华民国FAI摄影创意学会的副理事长 台湾摄影家交流学会金门会的会长 目前也是社团法人金门县摄影家学会的理事长 FAI摄影创意学会学术委员会也担任副主任委员 还有要跟各位报告的是 目前我也是台湾摄影家交流学会的高级摄影师 中华民国FAI摄影创意学会一级的摄影师 中间也常常受邀各单位来做拍摄的工作 除了在摄影之外 本人也担任中华民国红十字会金门会的副总干事 这个越远才刚透过改选一月份开始担任监事的工作 也是金门潜水协会的理事 两岸企业发展协会的理事 另外在摄影之外 还有跟音乐方面 也关心紧急救援的工作 另外在观光解说的话 也用非常多的心力在中间学习 所以目前也是中华民国观光局的合格领队 那为了学习摄影的话 其实还透过这样去学习潜水 还有学习价值业营业小艇 都取得了营业的一个执照 那曾经在摄影的历程里面 其实在金门的一些比赛 也获得非常多的奖项 那在金门县第十三届运动会摄影比赛 也得到金龙奖 列宇湘办了金门东坑之美摄影比赛 也得到首奖 坑道艺术摄影比赛 也是首奖 那去年也刚参加中国极美的全国摄影大展作品 获得入选 在2018年跟2019年的时候 金门县文化局出版一个金门译文人物的笔记书 那每个礼拜会介绍一个译文人物 那连续两年也获得入选 在学习摄影的一个龙奖方面 很多都很重视一些硕协会士 还有博协会士的一个取得 那也很荣幸的取得了台湾摄影家的高级摄影师 他也就是硕协会士的一个另外一个名称 那FAI摄影创意协会 一级摄影师 他就是等同一博协会士 那托克金门各地各乡镇 以及金门县政府 办理了很多摄影比赛 几乎每年都有很多场在进行 那也曾经担任过很多单位的一个评审委员的一个工作 目前在金门农工摄影社团指导老师的工作 也担任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了 曾经也在我们金大的摄影社指导过一段时间 那金门教育中心摄影课程指导 以及金门县文化局也做过摄影的一个教学 目前也受邀担任各摄影讲座的一个讲师 个人因为喜欢摄影 所以也办了很多影展 然后摄影连展参与 到去年为止 总共也有一百多场的一个摄影连展参与 那个人的展览 其实才是个人最高的一个荣耀 也常常透过机会来做个人摄影影展的一个展示 曾经也在我们金门大学展览过个人影展 那影展的策划 其实牵扯到一些影艺的一个进行以及交流 那透过影展的策划 也策划了20余场 那曾经受邀展出的地方也非常的多 马来西亚在2012年也参与展出 美国温哥华在17年 也重作品去参与展出 那在中国还有我们台湾的部分的话 更是多场都在进行 在中国的话也到北京 然后贵州 那福建方面的话 有厦门泉州 漳州 集美 最近才结束的就是东山岛那边的展览 还有山西 内蒙古 荷兰 广西 浙江 陕西等等地方 都有曾经跟一些国际名家做过交流 那台湾方面的话 每年全国摄影连展都会去参加 那所以台湾从南到北几乎每个地方都去了 那在台湾有一件值得提的就是在花年 那一年在那边办了一个国际名家邀请展 那本人也非常荣幸去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盛会 跟来自国际各摄影名家来做交流 以及做展出 摄影著作方面呢 也多项的日历啊 阅历的配合 甚至于邮局方面的台湾十大观光小城 京城小镇邮票的发行 甚至于出版的扑克牌 那在文化局的有两本专书 也参与中间的摄影的一个工作 那还有一件跟各位同学报告的就是 金门日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刊 叫做摄影天地 那我们透过那2010年从三月起 每一个月都从不间断一直到现在 每个月都有一期的摄影天地 摄影天地透过金门日报的报刊 来让全国的各地方的人士来分享这个摄影内容 那我们的主要题目都是以金门 每个地方节庆 风光 民俗 各方面的取材来做投稿 那这个方面的话 也是欢迎各个许好的一个摄影的团体 共同来把这个摄影天地更壮大 那另外的话 我们在文化局以及消防局也曾经做过阅历 那也用我的照片来作为我们阅历里面的一个影像的一个图部分 那另外在邮局方面 中华民国邮政总局也在2015年 他也出版了旅行台湾邮票 那里面的内容是针对金门的 那也很荣幸能够参与 在摄影方面还有在文化部 他也出版了几本著作 一心一意 聚将的聚 聚与美 他的系列专书 透过金门的一些匠师的一个摄影 同时也参与了出版的活动 那近期在去年年底 2020年的话 也出版了一本 闽南文化记录的作品集 那是一本共同参与的作品集 目前常代的摄影作品也展出 有放在极光柔 还有上一机场 水投国际三港 燕兰书宴 还有金门的几家 那个全家超商 还有民宿 另外也在社区的活动中心 还有正义理工所 也做作品的展出 出生了以后 其实非常喜欢拍照 然后懂事了以后 才开始去接触 小时候会接触拍照 是因为那个时候 以前金门的管制 让我们没办法取得相机 但是在还没十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非常喜欢有一些阿兵哥 他常常会拿着相机去拍照 那有几位士官长也很好 他常常会告诉我说怎么用 事实上那个时候真的是鸭子听了 完全听不懂 那来他也借我玩一玩 以前相机都是要用租的 没办法自己取得 那透过这样的开始了解到 基础的一个相机的一个功能 原来那么麻烦 又要调整光圈 又要调整快门 又要调整里面的一些很多的素质 那透过长大了以后 才开始慢慢学习 在两千年的时候 很高兴能够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在文化中心学习了摄影之后 从此跟摄影结下不解之言 那也陆陆续续透过一些拍照 拍照除了自己看起来 很好的照片以外 透过分享会让自己更有信心 那如果有得奖 那当然更好 你会对拍照更有兴趣 原来除了可以分享美景以外 还可以得到一些奖励 那是对自己的一个技术 技艺的一个肯定 那陆陆续续在2002年也参加了连展 2003年也参加了比赛 然后多个得到蛮好的一个名次 然后2004年也参加了摄影展 连展多次 但是每一年几乎有多参加 中华民国摄影团体 联合摄影展览的一个参展 那是全国摄影团体每一年的一个集会 那也就是台湾的部分 很多摄影家 很多知名的不知名的 都会去共同参与去送件 那这种机会的话 我们当然不能错过 所以每年也都积极的参与 在2006年的时候 金门县政府奔的坑道艺术节 舞蹈风华战役典唱 那也很高兴 也得到了首奖 那个时候虽然不是奖金 也得到了一些奖品 觉得好荣幸 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奖品 那陆陆续续也参加了一些 大大小小的一个摄影比赛 那之后担任摄影协会理事长了之后 就比较少参与比赛 因为觉得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 能够有机会参与比赛 能够得到大奖 能够更有机会得到大奖以后 让他产生信心 能够参与 继续积极的创作 如果说再继续参与的话 好像常常拿奖的话 那人家永远就没办法 当然这也是比较夸张的说法 但是透过不参加比赛 让人家更多的机会 得到更大的奖 那在2007年呢 在文化局办了舞蹈申请摄影各展 也透过金湖镇的金湖花隔记 办了摄影各展 从此以后 也跟各展解下不解之言 接着法院的更生保护会 也邀请在金门监狱 继续把金门文化局的作品 拿到监狱去 跟更生人 受刑人来做分享 这是很特别的事情 因为有些更生人 一些受刑人 他不一定有到金门 每个地方去看过这些美景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展览 来跟他们做分享 金门文化局在办活动的时候 他也办了一个嘉莲华会 社区的一个集 集锦的一个活动 那我也去参与了一个人像写真的一个拍摄 透过实际的实拍 帮来参与活动的人拍照 运出照片来送给他 那中间标记是这个活动里面的参与的一个记录 透过这样也更多人对摄影有兴趣 然后看到 哇 原来可以这样拍起来 直接列印出来 直接送给我 那也是这一场活动的一个证明 那我也参与了这一场活动 那金门新石井 在2007年办了新石井的一个比赛 然后推荐 那金门产生了金门的新石井 那里面的一个作品 双礼环抱 就是双礼壶的一个照片 也透过个人的照片 来接受票选推荐 也进入到新石井 那文化局在办过文化集井 嘉莲华的一个印象之后 人像写真的一个活动 接着在年底的时候 也办了一个舞蹈风华嘉莲华 他继续邀请我 去当人像沙龙的摄影 所以透过这样的学习 这样的一个经历来拍照 来帮人家拍出一个一张人像照片 美美的人像照 也是蛮有趣的 那金门皇位司令部 在营区的时候 做了一个美展的活动 那也提供一些照片 在让暑期战斗营的学员能够来欣赏 那中国福建在第三届海峡摄影艺术节 也受邀去参加摄影家看海溪的一个活动 金门新石井的产生 我们也创办了一个在文化局做了一个金门新石井的摄影展 邀请各个金门的摄影同好以及有兴趣的人们 来做金门新石井的拍摄 之后来呈现给所有的乡亲 那也在2008年的时候 配合金门特产观光业 发行了金门风光浦克牌 总共发行了四套 不一样的一个题目 那也在823炮战50周年的时候 发行了纪念明信片 然后那一年也在文化局担任摄影研习班的一个讲师 另外很高兴也在我出生的地方 陈宫村的陈景南阳楼 办了个人的影展的第五场 那命名为陈坑海影 因为陈坑是陈宫的旧地名 在世界金门日的时候 也到厦门祥安参与的书画摄影展 所以2008年到2009年 这几年也就是我担任金门县摄影学会的理事长的时候 那也策划了好几样的不一样的主题的活动 2009年的话在金门邮局金门风景特展 金门邮局也在金门办理的邮票花醒日 然后也到受邀到厦门去第三届的厦门市老年文化艺术节 厦门金门的书画摄影展 之后策划了舞蹈的一些活动 那其中这几项的摄影展的话 都以吴江为主题 吴江神采 吴江荣言 吴江柔情 透过这样来看看我们金门的一些不同面 在2010年的时候就办了金门县摄影家摄影连展 那也参与了议会所委托制作的业力 那在正立社区的话 陈志伟还有本人做摄影以及被雕的一个展览活动 在2011年的时候接受军皇部邀请 在晴天峰展出摄影作品 那接着空军雷达站他也邀请 把作品带到他那边去做展示 金门县金湖镇也连都办一个花隔祭的活动 然后那在2001年的时候 办了一个很特别的叫做坑道摄影展 那我已申请一百 因为那时候刚好一百年 金湖辉扬的一个坑道摄影展活动 在2011年的话 也继续策划了几项展览 秋季展以及星象摄影展 甚至于摄影家连展 接着在2012年的时候 去参加了一个全国的一个活动 第11届华雅客24小时的马拉松摄影比赛 那是蛮特别的一个活动 透过他们活动的一个形式 我们也来做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向 作为一个比赛的一个方式 那也受邀到中国贵州 办理第23届亚洲影谊联盟的活动 那也送作品去共同参与展出 2013年又继续参加 凡亚客的24小型摄影马拉松 有些人常常说 24小马拉松要跑步吗 不是 马拉松是透过一站又一站 可能四站或五站 每四个小时一站或六小时一站 来让你做摄影主题的一个拍摄 在13年的时候 很荣幸在花莲县政府办理的 国际名家邀请展 也邀请我前往参加 那跟国际名家做摄影交流的活动 那2014年到马来西亚 参加亚洲影谊联盟的一个 大会的一个活动 在2014年的时候 我们也在金门大学 在我们学校办了深爱金门 的一个摄影各展活动 接着 参与了金门农工职校的校庆 一文展 以及酒厂的邀请演出 摄影的展出 金湖镇花隔记呢 在2014年的时候 也跟黄水胜老师一起共同做了双人展的展出 并到泉州参加金门泉州厦门的一个摄影交流活动 那15年的话 那15年的话旅行邮票发行 发行也是以金门为专辑的 在金门县定的古迹瑞友学校也办了风中传奇个人摄影展 以及在摄影专区 正与社区活动中心也办了风中传奇 风师爷双年展 我们就让他继续活化 到每个地方去做展出 让更多的人看到金门之美 在16年的时候 有到福建的云霄 也就是在张州 参加了张州金门故事两岸三地的摄影家联展 然后也前往到内蒙古参与了城市摄影联盟的摄影家邀请展 紧接着也参与了台湾台北的第二届国际华人摄影家联展 山西大同的自然生态摄影展 以及北京第二届的北京国际摄影周活动 这些活动的话都蛮密集的 所以那几年几乎都在两岸三地中间 在17年除了两岸的活动以外 那也参加了第二届国际华人摄影家联展 那个时候在温哥华展出 但是只送作品过去 本人没有到温哥华去 那也到华光学院办理了两岸摄影家的作品展 泉州华光学院 他邀请两岸的摄影家到那边去做展出 另外把照片以及每个人的签名用一个十颗 然后在他们的校园里面 让每个摄影家签名旁边弄他的作品 用十颗把它呈现出来 非常用全州的十颗结合摄影的作品 蛮特殊的一个印象 在18年的话 也参与在中国北京的一个台湾风采艺展 另外也参加了荷兰26届亚洲影艺联盟的活动 以及作品展出 亚洲影艺联盟如果没有意外 几乎都两年办一次 那也都一直都有参与 那另外也前往到陕西西安国际艺术节 参与西安大唐的西施摄影作品展出 那也参与了世界摄影家 看荷兰信阳的摄影活动 吉年展 还有世界华人的摄影展 广西摄影洲的展览 浙江福建等展览 陆陆细细细也一直参与 那另外在陕西19年的时候 他也办了一个诗录影像博览会 以及影像作品参展 又继续邀请做展出 那也参加了第四届国际华人摄影展 那是在高雄国立科学工艺馆做展出的 也参与了厦门市文联的一个邀请展 另外也参与了厦门摄影博物馆的一个展览 叫做彼岸有风情 在最近的去年 也就是2020年 一开始就参与了中国极美的全国摄影大展 那作品参与比赛也得到了陆选奖 那并参与展览 然后陆军金黄部列椅守备大队 也在国光戏宴邀请来讲授摄影的计划 包括金门县金黄部列椅守备队 也教他们航拍的技巧 陆军黄卫司令部 也在我们以前的第二四校第三四校 现在的干训班 办理摄影秘籍及技巧以及摄影讲座的指导 有更多人的参与 然后也更多人的学习 那以后就有更多人的共同创作 以及创作出更好的一些作品出来 所以去年也参与了张州东山岛的海峡摄影连展 还有张州两岸摄影名家的邀请展 但是去年整个是疫情的关系 人也没办法过去参与 那就是送作品过去参展 今年现在也马上进入了2021年 那目前还在展出的 有台北市三重地震事务所 这边办了一个高级摄影师的摄影连展 那作品也送到了上海、意海、石碑摄影专刊 他用摄影作品来做显刊 那今年也参与了台湾摄影家协会花旗 然后在花莲三地部落的小学 做一拍的活动 那我们也花旗我们的会员来做募款 共同来帮小学生来做毕业纪念册的活动 预计在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 要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摄影家交流协会 也在中校互星捷音站 办了2021年的会员摄影连展 这目前也是从1月1号开始展出 那我们金门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把前几年所办的厦门跟金门两门的一个 连展的一个作品 继续在燕兰书宴做展出 一季年底的话 大概八九月也要参加中华民国摄影团体 第45届的联合摄影展览 所以虽然陆陆续续的一直展出 但是到了今年还是没有间断 也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共同参与摄影的一个创作 以及接受各方面的邀请做展览 那这是我去年接受FAI摄影创意学会 安发护理事长的一个证书 那左边是我们的FAI的理事长杨玉文 同学如果要找陈生照的话 可以透过下列的方式 我的行动电话是0932-817-706 那如果脸书的话上面可以直接搜寻 陈生照三个字就可以搜寻得到 那微信LINE的话大部分都用ID的方式 KINMEN28就可以找到我 或者可以上我们的群组网站 金门县摄影艺术联盟 或者社团华人金门县摄影家协会 都可以找到 谢谢 各位同学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 美哉金门无岛无乡 相信各位同学来到金门 一定事先已经听过金门 早期在金门非常著名的地标 就是几光楼 几光楼的各个面向 你透过各种角度来欣赏它 发觉到它是真的比它不一样 除了结构的不同 建筑的不同 就算早期没来到金门 它也会看到几光楼 因为以前的邮票就是以它为主 来到几光楼了解金门了以后 我们可以知道金门的一些历史 以及一直以来的演变历程 所以当我们透过角度来欣赏金门的时候 也透过以前的一些视野 一些角度 来看看无岛无乡 从照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历史 以及它的文化 透过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的美景 透过角度的摄取 以及怎么样来拍 这个地方比较好 其实很多种方式都可以表现出金门之美 历经战役过后的房子 不用刻意整修得非常漂亮 但是它也露出了它的沧桑之美 我们可以看到斑驳的墙面 也可以看到以前 未被破坏之前 它的完整的一个面貌 的一个想象 那是非常美的一个闽南式建筑 战役的花生 也影响了金门的整个历史 从民国38年一直开始 但是也产生出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影像 而李光潜将军也就是其中的一环 战役会创造出英雄 英雄能够接受膜拜 那也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当然这样的一个英雄 我们不需要特别去憧憬 特别去向往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影像 来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时空 背景怎么样造成了 而给后人的一个警惕 我想这个是久远 而且非常深远的 金门水头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透过在地的游览 以及各个角度的观赏 它里面融合了很多种 非常美的一个影像 第一就是桥乡文化的汇集 水头里面很多房子 除了桥乡的阳楼 还有闽南市的建筑 都融会在这一整个的水头村里面 目前它也是国家公园管理的一个村落 那它的特别在于它保有金门传统的一个文化 那也把桥乡文化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结合 以及保存 金门城这个地方除了我们所知道的酒厂以外 旁边还有一个须江笑卧的一个景点 喜光柔须江笑卧文台宝塔 这可以讲说是早期金门开放观光之前 开放观光那一个时间 我们必到的一个景点 以现在我们所看的景点是不一样的 以前看到的是传统的文化 故有的历史 以及它所保存的一个完整性 现在看到的是一些文创的活动 文创的建筑如花开放了之后 很快就凋谢了 但是这些地方却是历久彌新 那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前往去观赏 因为它所代表的是长远的一个历史 紧接着带各位同学一起来到 早期金门观光旅游必去的景点 荣园 这是荣园里面的一座建筑物 这座建筑物叫做卫庐 早期这个村庄叫做西洪 西洪村以前房子不多 但是因为风沙非常大 所以曾经有一戏被风沙 把它全部盖住的历史以及传说 但是之后从风沙之中 挖出了这一间房子的残骸 那有一年的话 蒋经国来到金门也只是 把它作为重新整理 从此变成金门很重要的一个景点 太湖也就在荣园的旁边 当你观赏荣园的景点 看看金门的太湖 虽然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名声是一定非常响亮的 因为它的名称叫做太湖 跟杭州西湖可能并家齐齐 那当然不是大陆的那一个太湖 而是我们金门的这个太湖 我常常说金门没有大山大水 但是金门处处是美景 每一个小地方 每一个小景 都是很值得我们去住主 去欣赏古刚楼 来到金门除了太湖以外 会看古刚湖 那古刚楼也因为历史的关系 所以矗立在古刚湖的中心 虽然不是湖心岛 但是有路的延伸 让我们很容易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还记得小时候 我们常常会在这个地方 换舟滑小船 太湖观光了之后 还有一些鸭子的一些船 可以在上面嬉戏 但是现在我们就只能看那边的风光 看那边的景色 池湖西照 是金门很有名的一个景点 池湖这个地方也蛮特别的 会有池湖是因为 在早期的一个历史时代 那我们透过因为交通需要更便捷 运输需要更快 而把整个的出海口 做了一个拦截的一个动作 那这样一个拦截动作的话 也造成一些沙滩的一些行程 那也在池湖外面 可以看到很多的谎逸设施 以及沙滩 沿沿不断 退潮之后 金门的整个海滩的白沙 就揉露出来了 那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 整个的白沙 就变成了金色续阳 映照下的一个美景 池湖的美景 从各个角度 都有不一样的一个韵味 金门的水原地很多 但是在南湖这个地方 它是属于灌溉用水 是农月的一个用水 但是金门的水之源 非常的缺滑 所以从早期的一个湖泊 水库的挖掘 每个地方都有它代表的历史意义 同学也可以透过来到金门的时机 每个地方去走走 看看每个地方的湖泊 水库 有什么样的不同 有什么的光影 有什么样的一个美景 事实上 小小的地方 可以看到美的地方 这是没办法用大山大水 来做比较的 只是池湖以外 现在眼光带各位来到的地方 是金门的成功村 曾经有龙树的一个遮阴 然后在旁边可以看到一片的海景 那这是廖楼湾的一个影像 在金门的南海岸 美的地方 在金门的南海岸 很多都是细致的白沙 而这白沙的话 也是我们金门海域特有的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植物 相信来到金门都要认识他的 金门最有名的是高粱酒 而高粱酒的原料就是高粱 早期金门人种的高粱 都用来自己量造一些酒类 生产量不多 但是民国41年之后 金门酒厂开始大量生产之后 金门人也把种植的高粱 全部卖给金门酒厂 生产出香醇可口 好喝酒精浓度高的一个 金门高粱 据说当初高粱 有换大米的活动 因为胡连将军来到金门了之后 他认为金门种了那么多高粱 可以来解决金门人吃的问题 但是高粱米吃了以后 非常的粘 也没有那么可口 也不是很喜欢吃 所以那个时候就想出了高粱 换大米 我把高粱收购来白米换给你 那高粱我可以酿酒 满足一些喜欢酒精度 比较高的一些人们 百姓也取得了白米 吃的也非常好吃 非常可口 所以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当我们在看到高粱的时候 就可以想到起前的那段历史 金门的海岸除了白色沙滩 退潮的时候 彩霞映照是非常漂亮的 当你坐在海边 可以看到这片美景的时候 我想你的心灵是满足的 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光影 能够看到在你眼中 那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 美景中间 我们透过人物的穿插 会让画面更生动 常常美景我们会看到很多 但是我们往往不虚幻 太杂乱 因为在欢乐的地方 会看到欢乐的人潮 但是在一片 很大片的美景当中 如果一个渔民的点缀 一只小船的一个点缀 会让这个美景更加的漂亮 来到金门观光 不得不到太武山 太武山上有海印寺 是金门历史最久远的一个寺庙 海印的命名由来 是因为在庙的对面 山上有类似一个印台的一个石头 我们从庙的正前方往前方看 就可以看到那一块海印的所在 太武山登山活动 是我们金门早期 一年一度的必须要做的事情 金门都讲初九爬大山 吹到八爬大山 就是在正夜初九 一定要到山上去 拜拜来祈求 全家和乐平安 慢慢的陆陆续续的开放观光之后 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登山了 早期登山 就是初一到初三有时候会开放 那初九一定要开放 因为初九那一天 金门人都要上山去 那开放观光之后呢 山上的美景也变多了 陆陆续续续 山上山也不是只有一条路了 除了从一张路上到海印市 然后就继续再往下走另外一个方向到屏东 或者是从屏东上来 一直到海印市 再下到一张路 这都是非常大众化的一个路线 常常我们说金门有一座最高的山 我们称它为大山 大山是不是非常的高 非常的大 事实上它只是金门的第一高峰 山上有非常多的名圣古迹 海山第一以及海印市的乐史 更是我们去到泰晤山上 拍照必须列起的一个镜头 那这样的一个活动照片的话 也可以丰富的整个历史的一个搭配 以及人文的一个融合 这样的影像出现在初九 那现在是泰晤山上面 除了每天可以上去之外 也有素食的一个供应 蛮特别的一个地方 来到金门泰晤山走一趟 可以让你心旷神怡 也可以从山上看整个金门 各个角度 泰晤山上还有金门的一个导塔 那也有早期明朝清朝 那个时候的遗迹 郑成功官兵一齐处 那是属于比较不一样的 那是在郑成功来到金门之后 为了统一三军部队 各个部队所做的一个据点 泰晤山除了可以看日出 也可以看日落 日出日落都非常的漂亮 早期没办法拍的照片 现在都可以透过在山上 晚一点下山 早一点上山来做拍摄 而不像以前 没办法在上面 都留太长的时间 登到泰晤山顶 我们就可以看到金门的四面八方 美景都充斥在你的眼前 泰晤山上能够不到这个地方吗 相信你到了山上 一定不会忘记来这个热食前面拍一张照片 这个也是早期邮票的一个发行的一个景点 除了挤光楼就是乌旺再挤 乌旺当初在挤城的时候的一场战役 也就是我们要时时警惕着 在以前历史的一个时代 战争国共不两立的时代 这是非常具有警惕作用的 但是在现在的话 我们来到上面的话 登高望远 缅怀历史的花生 记取历史的教训 未来和平 才是我们的最主要的诉求重点 各位同学好 现在透过一些比较近的一个镜头 来跟各位分享 我们金门的一个这个地方 那我以主提议看见金门 爱我家乡 出生在这个金门这个地方 真的是很爱我的家乡 我的金门 人家说你怎么不往外跑呢 我说金门那么美那么好 我就是爱金门 不管你在用现在的眼光 或用以前的眼光在看金门 你有没有发现到 金门除了来到金门的时候 搭着飞机 从飞机上面看金门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飞机慢慢地降落 在金门的上衣机场 你如果从海边就开始注意了 从进入金门 这个岛屿就开始注意了 你会发现到 金门真的原来就像我在飞机上面 看下来那样 不是很大 但是金门的美 就在它的一个精致 从天空看金门 你会发现到金门海滩 非常的美 如果你来的时候 正好退潮 从天空看下来 可能就看到中间 绿油油的一片 以及海洋的蓝色 但是当退潮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进入的蓝海岸 是非常多沙滩的 海水冲袭着沙滩的一个细沙 花出的声音是非常美妙 你如果愿意倾听 相信你在海边 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 南海岸的冲刷 细沙的声音 海水上来 升高了以后 冲刷在礁石上的声音 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声音 那就是冲刷在 鬼条柴上面的声音 那又是不同 金门从每个地方 每个村落 如果往中间的山看过去 几乎都可以看到金门的太武山 因为太武山就矗立在金门的一个中心点上面 所以四面八方都可以看到太武的一个影像 太武山上面我常常会开玩笑说 你比较不容易辨认山形的时候 你记得看看金门太武山上面那个转播塔 早期金门不方便的时候要靠转播塔来转播空中大学的节目 要靠转播塔来转播华视的节目 之后中视台视陆陆区出现了 才有一些电视影像的一个收看 那现在数位式的方式越来越方便了 转播塔的功能也慢慢的转变了 那我们现在透过卫星的一个画面 就可以看到更明显的一个金门了 如果从卫星画面来看金门 毕竟是有点远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空拍机 无人飞机的一个方式来看金门 就发现到金门原来是这么的不同 原来是这么的美 爱金门就是要来金门 来金门你会更爱金门 金门的闽南式传统建筑 每个角度你看到的金门是不一样的 有湖水 有树的衬托 有几间房子的一个红色屋卦 金门的红色屋卦 算是它特别的一个地方 燕尾式的造型 以及马背式的建筑 也融入在每个村庄里面 那你透过每个村庄的观察 又有新式建筑的出现 多样化的点缀 而在一个小小区块里面 遍布了各种时代的一个演变 所造成的一个建筑 金门民俗文化村 早期必须必须来看的十八建筑 事实上现在去看它不止十八建筑 它从中宝 下宝 以及上宝 这三个地方集合成的民俗文化村 这三个小小的一个村庄 中宝就是我们所谓的民俗文化村的这十八建房子 十八建房子在一千九百年的时候 西元年一千九百年 就完成了这十八建房子的建筑 之后也经过整修 成为现今 看闽南式传统建筑最好的一个地方 十八建房子都是双弱的大错 双弱的房子 错弱一定是供奉的祖先 旁边东西两个相反 是我们住家的地方 金门人圣中最远 把祖先供奉在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把神明供奉在最重要的一个区块 这就是我们圣中最远的一个精神 能够行使孝道 愿意去孝顺 长辈 那才是最优秀的 值得能称许的一个行为 那现在透过空中的一个角度来看金门民俗文化村 发现到真的非常错落非常的美 而夏宝的一个良家的居住的一个地方 跟中宝王室族人居居的一个地方 又完全不同的一个风格 但是历史时代都差不多 从那个时候一直 生出新的建筑出来 那也产生出非常柔和及美的一个地方 透过十八间房子 山后民俗文化村 也演绎了历史建筑所存留的一个意义 以及它所代表的一个时代 背景 所融合的一个建筑格式 中间有一间海珠堂 它面对的是太阳日出的一个方向 海珠堂的命名是因为 从十八间房子往前面看的时候 早上太阳就从东边升起 而我也是面向东方 太阳从海面蓝蓝升起的时候 就像一颗海上明珠 所以海珠堂也成为 这十八间房子最中心点的一个房子 也就是他们宗旨前后的一个房子 也希望同学透过这样的一个民俗文化村的一个景色 然后看到历史演变的一个过程 金门的庙宇也非常的丰富 非常具有我们敏蓝的一个格式 不管是庙宇也希望我们同学能够透过观赏这样的不同 而了解到金门人纯朴的一个个性 要从哪里来看呢 我想透过他的屋顶就可以看到他的不同 透过前面这一张的一个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房子的厌尾座 如果中间积粮的地方 金门人是不会把厌尾弄得特别高 因为他非常的敦厚 他希望平和 他希望能够以水平的方式来拉出我们积粮的一个角度 当两厌尾翘起来的时候 假设你在中间拉住一条绳子 慢慢让他往下垂的话 你会发现到这是最自然最美的一个幅度 庙宇也是一样 它也是一个很平宽 往往往两边升起的一个角度 即使在新建的一些庙宇 或者重修的一些庙宇 仍然遵守着早期金门人朴实不张扬的一个心态 厌尾翘起不要太高 就是一个向天祭人生 金门人训奉佛教道教 金门人四面环海 也尊奉妈祖 所以金门也有很多间的天后宫妈祖庙 在海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早期工程所遗留下来的一些美景 但是在海边也可以看到一些花岗岩石 这个画面带各位来的是兰石户公园 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常会去看的一些风光 早期这边也只是一个花岗石的采石场 从这边来挖起我们需要的一些花岗石材 花岗石挖多了之后 慢慢变成消沉了一个水库的一个出现 因为下雨了 那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湖泊 那南石户矿场也荒惠了很多年 但是透过现在的影光又看到了不一样的一个美景 南石户公园也成了现在喜欢去的一个地方 那现在那个地方也弄了一个喊泉的一个新兴景点 透过声音的音浪来让水喷出水面 喊出这个泉水的一个喷泉 远远的看是蛮小巧的一个景点 早期花岗石开采了之后 右手边是看不到那么多绿色的植物的 因为变成光秃秃的一片 只有看到花岗石的沿尘还没挖完的 历史的时代那个时候需要非常多的石材 但是在现在的观念里面 花岗石不是取之不尽 也不是用之不绝的 适量的开采之后的亭子 反而有助于它的修养 升息也创造出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景点出来 这个地方也因为花岗石的开采 所以很多碎石头也变成了海岸的一些风光 海岸的风光其实是自然的一个石头海岸 这些石头海岸有别于蓝海岸的一个白沙的海岸 它都是由石头形成的 刚刚讲到了听海水在白沙上面冲出的声响 跟冲击在石头上面的一个声音是不一样的 除了我们摄影机列取的镜头以外 用你的耳朵去听海水冲刷在岩石上面的声音 这个岩石上面的声音是自然形成的岩石 产生出来的声音 跟人工所做的是不一样的 现在人为了经常在足了一些海堤 以及一些落众来避免海水的冲刷土地 但是这个声音又不同于岩石上 以及细沙上面的 细沙上面的石头的声音是细细碎碎的 慢慢的一直往前推进 这一波完了之后 下一波还接的旁边一波一波的推进 都是很细致的声音 冲刷在石头上面的声音又不一样 但是在自然岩城的一个海底底下 冲刷上来的声音 又是另外一种美好的声音 当你来到金门 以前是光秃秃的一片 也曾经绿化金门 金门因为风沙滚滚 所以到处都是裸弱的石头 裸弱的红土 裸弱的白沙 经过长久以来 一直绿化之后 国金协助帮忙绿化金门 让风沙没有那么严重 之后也曾经美化金门 果化水果 但是金门季节 不适合太多的水果在金门生长 所以立化是成功的 也看到了 各位现在看到的木麻黄树 都是在民国四十年左右 那个时候立化所产生的成果 那在中山林也是整片的立化 但是中山林里面是多种植物的立化 包括松树 霉树 以及各式各样的一个树 都在里面成长 那每一个都有制成一个区块 在做实验性的一个绿化 所以各位如果到中山林 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灵像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地方画面所呈现的 是在荣越实验所构旗里面 那我们透过各种角度 来看每个地方 也看到不同的一个美景 这个是在金门高植那个地方所拍摄的 那刚刚讲过 金门 太湖 以及龙园 是以前的一个景点 那现在我们也可以 透过鸟看的方式 也可以看到 以前绿化的一个成果 但是这个地方 以前早期就叫做龙园 因为它里面种了好几棵龙树 最后也长成了大树 这些龙园的生长的年代 就比这些木麻黄树更久了 所以龙树 树林 也形成不一样的一个景观 那中间这个位炉 是好多房子里面 挖出来唯一一间完整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就在这片绿色的树林当中 经过美化了以后 就变更美了 龙园旁边 就是现在 在观光必到的一个地方 八二三战事馆 还有它对面的余大为纪念馆 八二三战事馆 也展示了一些在八二三战役期间 所使用的一些武器 以及它的一些登陆艇 以及一些坦克 跟以前我们所看到的龙园整片 就是光秃秃的 之后变成很多绿色植物的出现 鸟看可以看到金门的一个绿化 也可以看到现代开墾的一些橙距 而这些景点呢 透过鸟看的方式的一个拍摄 也形成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画面 那这也是太湖之后的一个九曲桥的一个方式 那中间也可以到湖心的一个小岛 透过不同角度可以看到太湖之美 以及龙园的一个变化 那如果目光我们往东北角的一个角落的方向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早期的一个传统聚落 霍普头以及厚水头的一个影像 这个是从厚水头的上空 往厚普头方向看过去的 厚普头和厚水头 早期叫做文普 这也是金门石井之一 文普水岸 那两岸的湖水 有两边的一个闽南市 不错的一个呈现 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 原来文普以前真的因为有水的关系 有水的地方就是民间民众居住的最好地方 有山有水那更是美 那有水的话 水源起的容易 也直接在那边还眼神习 那文普水岸的话 也透过这一条溪水 一直延伸流到海底 未来可能会成为外面的一个水库 可能会成为金门的饮用水的一个地方 东北角除了我们看的地方 还可以往西原的方向 以及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美景 那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金门的 比较西北的方向 也就是我们东西半岛两个地方的西半岛 那这是在湖下 湖下也靠近池湖 这个地方蛮特别的是 它也是闽南的一个聚落 虽然之后也经过了开发 很多新式的建筑进入 但是它所代表的 未来金门大桥延伸到 小金门的另外一个起点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金门的一个历史城墙 以及它的城郭 但是静看的城郭跟你眼看的城是不一样的 现在带各位来看的这个地方是我们田谱城 金门早期的行简师之一 田谱城 如果田谱城你往太武山的方向看过去 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小小的水库 再看过去就是两岸通水的一个水库 田谱城不大 但是因为在海边 所以明朝的时候也在这里设置了城墙 那城墙以现在来看的话 城墙并不是很高 但是在以前使用器具不发达的时代 是很好一个防疫地方 可能派几百个兵在这个地方驻扎 那就可以防守金门的各个角落 金门现在也把田谱城恢复得非常完美 让我们看到以前城郭的样貌 以及城内城外的一个情况 这个角度带各位来的地方 是金门的古灵头 金门古灵头也是分为南山、北山 古灵头一战成名 是在38年古灵头战争 因为独今从古灵头登岸 而在这边爆发了古灵头大战 从此古灵头成为战役的代名词 但是古灵头它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村庄 它南山、北山遥遥相对 也因为这一条双礼湖 而让它隔开了两个地方 但是它们是有通道相连的 近看南山、北山 现在也成为金门最有名的赏鸟圣地 南山、北山也是金门 闽南市房子保存最多、最好的地方 各位同学如果看到这个影像 这是水头、码头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建筑类似一艘船 这个地方也是小山通之后 最密集船只来来往往到厦门、到泉州 都是透过这边的来跟对岸来做交流 水头、码头在金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落 在金门西海岸这边的一个靠近南面的地方 早期的码头只是对小金门最主要的一个通道 现在竟然成为两岸之间的一个桥梁 金门也透过小山通能够让更多的金门人到对岸、福建 不用再跑很远的地方 透过香港、透过澳门 然后绕了一大圈再来到福建这个地方 闽南人很多都来自福建的张州、泉州、厦门 所以夏、张、泉跟金门人以及很多到台湾的闽南人 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常常会讲那边是另外一个国家 我们是另外一个国家 事实上我们的血缘关系是经常会在座 以前就有联系的 闽南人发现族谱里面原来都是夏张犬 过来唐山过台湾之后 然后继续在台湾还原、发展 成为另外一族非常特别的一个族群 我们也与台湾人非常骄傲 因为台湾创造了世界的很多第一个、第一名 透过小三通能够跟两岸之间交流 甚至于有些人在那边工作 这又恢复到早期两岸之间还没有断的一个桥乡 文化的一个时代 早期金门人也是透过到厦门的船 到厦门了以后然后才出南洋到南洋一带去工作 金门人地小非常的平积的一个土地 没办法生产出养活金门人的一些基因 所以必须靠出外去打拼 来维系家人的生活 以及家人的生存 小三通的船出海了 早期金门人 跟海争地 以海为田 创造出了磕田 牡蛎 生产也养活了自家人 看似错终复杂的一个海水 当涨潮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这个影像的 当海水退潮了之后 你会发现到密密麻麻的这些 是什么呢 科民开始下海去采集牡蛎 把牡蛎采下来以后还要拨开 我们就可以看到 很多科民 把小小的车子 小小的拖车 拉车 如果现在摩托车可以下去了 就直接把这些工具带下去 然后开始采集牡蛎 这也是新门人 刻苦耐劳 只是现在年轻人都往外发展 现在已经剩下一些老年人 在从事这些采牡蛎 到柯田的一个工作 早期的柯田 都是用石板 我们称为石头柯 九套鸥 但是现在还是用传统的方式 当生产过后 我们会把石板上面清干净 然后倒着 让它晒太阳 等到下一次季节的时候 再把它立起来 然后再继续生产下一季的一个牡蛎 但是年纪大的也没办法再继续耕了 有些就任其荒惠掉了 但是这些人依然利用传统的方式 生产出金门最好吃的石头柯 这些牡蛎也是最甜美的 用竹子钓的海鸥 会一直钓在海水里面 石头鹅 石头海科 它是每天两次长退潮 长潮的时候掩盖住这些产业 退潮了之后 它又揉露出来了 有太阳晒 所以它不是特别的肥美 它是比较小的一个牡蛎 但是它的味道是最甜的 是跟吊在水里面养殖的不一样的 这也是金门牡蛎不一样的地方 这些也是在水中退潮了 开始揉露出来的一些牡蛎 这个以海争地 以在海为良田 开辟出这一些良田 是来种植牡蛎 但是牡蛎不是种植出来的 是养出来的 这个是在建公雨那边的一个影像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影像里面 也可以看到建公雨 后面再往后面背景看过去 也可以看到金门大桥施工的一个桥墩 如果再看过去的话 也就是看到福建厦门那边的一个影像 建公雨很特别 早期称为麻风雨 在民国之前就是关制 管理一些麻风病人的地方 因为早期认为麻风病会传染 所以就把它隔离在这个小岛 最后变成了 大家都认为那个是 关麻风病人的地方 叫做麻风雨 国经来了之后 把那个地方重新整理 因为靠近海边离对岸最近 刚好可以作为防守的一个地方 他把这个地方叫做建公雨 建立公薰的一个岛屿 这个地方平常没办法上去 必须退潮了以后 才可以看到底下的一条路 沙池的路 然后慢慢的过去 以前是要靠小小的小船 来做最接驳的工具 现在是潮水退了 就可以看到石板路 直接可以走到小岛上面去 这边在民国之后 这边在民国之后 也建了一间 元平静王池 所以元平静王池看到的地方 就是往厦门的方向看过去 郑成功来到金门了以后 他也想要再回到厦门 但是最后他是往台湾前进 最后也在台南那边建立了一个赶走的荷兰人 然后建立了据典 可惜他的寿命也不长 也没几年就在台湾过世了 但是在台湾金门 他所留下来的一个历史也是蛮丰富的 这个是金门县政府在建公寓上面 所建的一个郑成功的影像 石头雕像 那看过去的方向 从元平静王池 一直到这个郑成功石像 然后的方向就是厦门那个地方 包括古浪雨也曾经是他的据典 所以这几个据典连成一线 就是早期缓清库明的一个根据地 金门靠近海边的地方很多 但是也都不一样的建设 现在带各位看到的是 金门另外一座很特别的庙宇 金门的武德宫在心头 这个地方的海岸 以前的话 也就是到台湾最主要的一个通道 以前登陆艇来到这个水头村庄 那一心心血子 如果要到台湾去读书的 到台湾去工作的 回来的 都是在这个码头上岸 然后开始两边之间的一个生活 金门人早期没地方工作 毕业了以后都会往台湾跑 那也是在这个地方上岸 搭着登陆艇来到台湾 上一机场开放民航了之后 开始金门人变成不用再颠簸24小时以上 来到台湾 来到台湾或者回到金门 那是一段很刻骨迷心的一个回忆 因为不善于海上生活的人 长期海边被管制的金门人 也许你认为他很会游泳 事实上他是不靠近水的 早期因为海边不能随便进入 所以当在海上颠簸24小时 来到台湾或者是回来金门的时候 都是他很深刻的印象 老师这个连带的人 几乎都有经历过那一段历程 我想未来也是你们 作为研究的一个题目之一 金门的美是小型的 是小角落的 当你用心去观赏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真的是处处都是美景 看大山大水 你看这个大山可能看几个小时 都还没消逝在你的眼前 但在金门 你只要转个角 拐个巷子 转个弯 左条小路 你就发现到景色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喜欢拍照 拿起相机 就可以拍出不同的影像 如果你喜欢观光 游览 用你的眼睛 更是最好的照相机 把美好的影像 把美好的影像 透过每个转角 每个地方都可以留下美好的印象 透过鸟看 可以看到金门不同的美 各个地方的角度 看到不一样的金门印象 有时候带着相机出门 带着空拍机出门 常常会停留在那个地方 久久不愿意离去 因为那边的美 让我不得不停下 多看几眼 也希望你们来到金门 也用你们的影光 用你们的视野 能够看到金门 更多不同 更多美的地方 曲折的小路 曲折的流水 就有不一样的影像 试剧不同种植的植物 一直演变 也可以让你看到 更多更美的一个角度 透过空拍 看到的 以及透过底下看到的 是不同的视野 空中你可以看到 看到更宽广 平视的角度 仰视的角度 俯视的角度 是各有不同的美的 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 一定要去玩空拍机 但是你可以透过 你的摄影角度 边走边看 金门的美 不适合让你 蜻蜓点水 过去就好 金门的美 需要你慢慢走 慢慢看 除了风光的美 到了村庄里面 你会发现到 金门的人 是非常友善的 村庄里面 你看到老人跟他聊天 他很乐意跟你分享 他生活的经验 只要你愿意开口 在金门走在任何的路上 你都不会迷路 不用完全靠GPS来 一直帮你导航 来到金门 每个角落去接触 每个人 你会发现到 金门人是很有善的 友善的人 很乐意跟你聊天 跟你分享他生活的周遭 甚至于你问路 他会告诉你怎么走 来到村庄 他会告诉你 哪边比较漂亮 哪边好看 透过他的指引方向 也许你会看到更美的 本来没有一起的 一个美景 不同的角度 看到不同的美 不同的方向 看到不同的光影 你愿意去发觉 金门处处是美景 这是你随意经过 会发现到 不同的一个光景 南石湖公园的一条马路 海边的简易建筑 都可以造成 这样的一个影像 静静地关上的金门 现在带你看到的是 民俗文化村的 府市的一个角度 原来它也可以 制成一个美景 从空中看下来 每间房子 格局虽然是一样 但是 是不同的一个味道 透过不同地点的一个角度 的列起镜头 不同地点的一个装置 艺术 也会形成 不一样的一个角度 的一个美景 希望各位同学能够透过不同的视野 看到不同的美 也让自己的生命历程 有不同的感受 也希望各位同学的学习 顺利 愉快 在这个金门的最高学乎 学到最多 学到最丰富的尝试 知识 未来出社会 更是 运用自己所学 所长 帮助社会更进步 更还荣 我们的今天的课程 都到这边 跟各位分享 谢谢 谢谢